Odiol Jungle Odiol Jungle 第一军情作者 火火晋级 一场新的战争就要到来 据环球网 特朗普九日谴责发生在叙利亚的令人发指的攻击 他将在24至48小时内就美国如何回应做出决定,据德国之声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通过电话,同意要对此次事件展开强力的联合的应对措施。 白宫表示,两国领导人都对这次发生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攻击表示谴责,也同意巴沙尔政权应当对这次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。 相比之下,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·黑利的最新表态更加直接,他对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,无论联合国允不允许,美国都将对叙利亚政府采取行动。 黑利还特别指出,已经获得国会授权,2017年9月18日,也是因为化武袭击,也是在黑利的严重警告之后,美国军舰向叙利亚弄射59枚战斧导弹,而这一次,事情只会更加严重。 同时,另一个西方大国法国也已明确表态,要介入叙利亚局势,这就意味着,如果不出所料的话,这次的规模和强度,都将是前所未有,目标可能直接瞭准颠覆叙利亚政权。 而这一度曾是俄罗斯为西方划定的红线,底线,显然,美国是下决心,要摸摸俄罗斯的老虎屁股了。 叙利亚局势在一度好转后,近期又开始复杂化。 据媒体报道,叙利亚霍姆斯省T-4空军基地,4月9日凌晨高道导弹,袭击,造成多人死伤。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表示,空袭行动叙事两架以色列空军F-15战机,自蓄境外发射的导弹。 有分析认为,这是西方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预言,事实上,以化五为借口,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战争,以改变叙利亚现状,一直使美国想做的事。 只是因为俄罗斯坚决反对,加之,没有过硬证据,美国也迟迟难以动手,而这一次,已经有急救人员指控,效忠叙利亚政权的部队,在攻击中使用有毒的律器。 不过,对于一云密不化五袭击,美俄依然各执一词,就客观局势而言,俄区联军目前占据优势,一般情况下不会为自己找麻烦,因此,也有舆论认为,可能是西方自导自演的一场好戏。 更何况,美国一直有这样的习惯,以莫须有的罪名,随意颠覆一个主权国家。 这在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,正因如此,俄罗斯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称,拿牵抢,编造的借口,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。 我们必须再次提出警告,此举绝对令人无法接受,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。 在叙利亚合法政府要求之下,当地也有俄罗斯士兵,此前,俄罗斯也曾严厉警告美国,在大马士阁有大量俄罗斯军事顾问和专家,如果遭到打击,将全面还击。 俄总参谋长警告称,如果威胁到俄军人的生命,俄军将对发射的导弹和发射载具采取回击措施。 据媒体披露,为防止美国对叙利亚军事打击,额阻叙利亚部队集群,以提高战备等级,包括S400防空导弹系统。 与此同时,部署在霍梅尼姆基地的苏30SM战机,加强了在续空中巡航,而苏24M轰炸机,正在对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国海军集群,进行低空监视飞行。 一边是发誓要打,一边是绝不让打。显然,美国和俄罗斯都足够强硬,俄罗斯方面A的是捍卫在叙利亚的既得利益,毕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,眼看到了收获的季节,怎么能轻易拱手让人,而美法两国同样因为自己在叙利亚受损,才要强硬出手。 并且,这一步也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必须,美国之所以划定48小时的动物实现,一个最重要的目的,恐怕就是给俄罗斯方面以准备时间,尽量避免是太阔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。 显然,美国这次不会忍了,他要带着法国和以色列,再次把叙利亚轰个稀巴烂,客观而言,紧就俄罗斯现在的实力,他在叙利亚还是处于劣势,与美国面对面肉搏可能要吃亏。 毕竟,俄罗斯的主力部队已经撤出,据目所望,他唯一可靠的盟友就是伊朗,土耳其还不至于冒险卷入美俄冲突。 相比之下,美国背后有北约,仅凭美法以三国,也绝对是对叙利亚志在必得。 当然,俄罗斯不会妥协,极可能会借这次机会和西方彻底摊牌,毕竟,军事是俄罗斯的优势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,加在政治经济上的孤立制裁,已经让俄罗斯怒不可遏,那么,在军事上的局部摊牌,可能力大于弊。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弗朗茨克林采维奇9日向俄新社表示,美国已决定宣布俄罗斯为邪恶帝国,而黑力在联合国的发言,更是直接施责称俄罗斯政权,他们手上沾满了叙利亚儿童的鲜血。 显然,美俄这次绝不仅仅只是拉开阵势,在叙利亚,美俄两国的矛盾,已经积累得太久太深,爆发冲突不过是迟早的事,现在,事态已基本明了,那就是48小时之内摊牌。 而随着美俄军事冲突的爆发,或许,世界格局也将发生新的变化,只是,这次不是人们此前据说的冷战,也不是兵战,而是真正的热战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。